85.香港經濟日報 若外資不喜歡大可不入中國 2015年7月27日要問A03娛樂救市需穩住A股 但代價卻是投資者對市場信心 葉若得稱 香港當年打大樂後 亦須要向外界或挽回信心 那今日A股如何可提升士氣 他信心十足認為 中國的投資價值不用忽視 若外資不喜歡 大可不入中國投資 當年曾蔭權環球路演穩信心中央強手干預救市 引發不少海外投資者反感 稱對中國改革信心受損 笑稱自己1998年救市時緊為打手的葉若得透露 當年港府打大樂一役 於今天為人津津樂道 實情則是香港入市對抗大樂後被人 外資 鬧到飛起 很多人對香港失去信心 他又指 在當年8月救市後 Garnold 時任財政司司長增任權 全9月就要即刻飛去全世界 向分析員解釋 他心明當年外邦當敲 與今日海外對中央政府入市的反應一樣 關鍵是有錢賺資金能轉移時隔17年中央出手救市 葉若得以投資者無保不落的心態分析 中國不會因此永遠失去海外投資者 他指投資者只考慮兩項因素 其一 該地區是否有利可逃 其二在獲利後能否將資金轉移 並指這兩項要素都能在中國市場體現 故不認為外資會放棄投資中國的機會 葉若得更反問海外投資者為何如此緊要 他表示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並不急於進行國際化 猶言中國沒有開放資本帳的需要 若外資不喜歡 但可不入中國投資 並不急於進行國際化 交通資者駿